習近平贊成20132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開啟國家領導人第三個五年任期 成為中共建政以來 任期最長的國家元首 但同時中國大陸經濟正面臨龐大阻力 90年代以來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這麼快 最大的一個動力就是房地產 可是房地產飆飛太快了 所以從2021年以來 習近平要開始管控 因為他要講共同富裕管控以後 確實是達到房價下降的結果 同時也把經濟給弄下去了 中國大陸經濟在今年 它要降落到5.2左右 雖然這還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可是他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兩成以上 7年失業率達到20幾%之後 接下來他就不再公佈了 他蓋牌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如果持續地公佈的話 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動盪 改革開放後 中國大陸經濟幾乎都能維持10%成長率 2012年開始成長率只剩下7% 2016年降到6% 中美貿易戰開始到現在只剩3% 原因就在於習近平路線不再走市場經濟 如果今天他又走回頭路的話 那當然肯定就是跟過去一樣 所謂的過去有個順口流 叫做做好做壞一個價 做多做少一個價 做與不做也是一個價 所以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整個社會是沒有效率的 生產是低下的 整個社會經濟是會達到一個 比較不理想的一個狀態 所以後來鄧小平在推動所謂的改革開放的時候 整個就產生了誘因機制在那個地方 因為他已經確定連三任 可能甚至到連四任連五任都有可能 如果一般像台灣實際上 也有部分的房地產泡沫的跡象 可是職責者來講 我就是一任四年了不起八年 那盡量往後延 不要在我任內報就好了 可是對於習近平來講 二十年後還是他 所以他一定會碰到爆的時候 寧左勿右的政策路徑 引發外資逃亡潮 美國企業撤出中國大陸 象徵對市場環境嚴峻審查 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反應 最近中共開了一個叫做 煉博會 就是產業鏈的博覽會 用很柔性的一種呼籲 希望這些外資不要離開 還有就是這個IPEC 這個拜習的舊金山峰會 我覺得習近平也做了 蠻大程度的低姿態 特別是那個CEO峰會當中裡面 一直要強調就是說 美國的企業 那麼還是可以繼續對中國保持信心 可是你結構面沒有改善的話 這種說服力還是不夠的 為什麼 因為你國內擺了一個反間諜法 反間諜法你過去你有不良的紀錄 一中全會後選出新任政治局常委 團派被清零習家軍大勝 中共政治核心正式成為習人幫 他對於他的政敵和他的不同的派系 基本上沒有辦法做到一種叫做 派系平衡的這樣的一個作用 他也容不下李克強嘛 那麼李克強是被中國人民實質為 就是說是至少能夠有改善經濟 救活經濟的人 十月促世的前總理李克強 被視為作風務實的經濟自由主義者 他的離世更被認為是 關上改革開放時代的大門 李克強看著他的這個形象 是比較更重視經濟的改革開放 跟習近平的看法都不盡完全相同 那反過來現在的李強 看起來他的 他第一方面他沒有地方工作的背景 二方面他看起來經濟方面 並不是他的一個強項 看起來跟李克強時代 比起來好像是有所不同的 要帶領中國大陸 重新走上經濟成長的道路 對習近平而言 現在正是關鍵時刻 TVBS新聞張志明 徐寬善王浩宇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